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营会在上海中心举办的 领克也带来旗下的车型08 为大家带来这种音响体验 它的音响是领克和哈马卡顿共同达到的 深度融合达到的高保真的音响 从而为用户带来比较极致的听觉声音 领克08它搭载了哈马卡顿23个养胜器 它的功率是达到1600万 然后再搭配这档哈马卡顿独有的QLI 沉浸式3D的音效 让整个车在听觉上面是有非常大的感触 关于音响这一部分一会儿到车内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款产品本身 它采用的是都市对立美学 官方做法叫明日之静 素 昨日之美 相较于以往领克的设计 我觉得领克08的外观 它能可能辐射到更多的用户群体 可以看见的是它这种密体的漆面 不规则的这种造型 领角分明的线条 几何学的设计 非常优美的设计 08的侧面它亮点也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这种隐藏式门抹手 这种无框车门的营造 还有低风阻的这种轮毂 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舒服 还有一点比较设计的有意思一点 就是它的后视镜其实是有点后移的 从而营造出一个长弦的这种视觉效果 领克08的尾部设计也是非常有亮点 层次分明 当然尾部最大的吸睛的地方 肯定就是这种贯穿式的灯带 富有科技感 看起来也有层次且辨识度非常的高 08是基于领克智能电混技术平台 进驾R的一门PR 以电驱动为主 也是支持三电机四驱 它其实是P1加P3以及P4的 包含一个全新的电驱DHT EVO 还有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后轮驱动电机 综合的功率是超过了400千瓦 综合扭矩是超过900Nm 然后四驱的版本它的百供加速是低于5秒 这个账面数据还是非常夸张的 08它是搭载了一块39.8千瓦时的超大平板电池 它的CRTC的存电续航里程是达到了245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是超过了1400公里 反正是非常的 怎么说就是让你完完全全解决这种续航交流的问题 它的电池是支持85千瓦的高低温快充 28分钟从30%到80%的高效补能还是非常快的 另外它的电池安全也是非常的高 比如说它是把电池和车身融为一体 提高它碰撞时的一个安全性 它的电池达到了IP68的等级防水 另外它可以支持防辐射啊 防爆炸啊等等 另外它还有7×20小时的云健康监测 可以看见它整个车内的是取消了几乎所有的物理按键 它全都集中于15.4英寸的大屏里面 而且这个边框也是非常的窄啊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nice 它里面的核心东西也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有两颗自研的7纳米龙银1号 这相当于是两个高组小龙8物芯片的算力 是非常的夸张的 它里面的车机是领克和魅族 深度合作的智能座舱啊 也是覆盖了全场景多终端的 几乎你能想到的一些APP 你可以通过它去下载 而且还引入了周宝的小程序 随时点开随时可以用 前面通过他们的工程师讲解 我觉得它这套逻辑呢 其实是有个学习的过程 比如说啊 它这一些 一面操作的时候呢 这种实况桌面啊 地图桌面啊 壁纸啊这些 它都需要你去有一个学习 现在展现的是一个实况桌面啊 可以看见360度 可以观看到整个车身 然后它也可以通过这里呢 开启后备箱 开启天窗 当然它也可以通过语音交互 去控制它的开启 它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啊 其实就是所见即可说 你看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你就直接跟它说都可以 而且不管是主驾复甲后驱 它是四驱可以控制的 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 另外还有就是它一个如然空调 它会通过你的视觉 触觉以及知觉啊去 调整不同的风量 比如说打开这个如然空调 可以看见啊 有四种模式啊 第一个是寒露 乘风 暖阳以及壁炉 首先寒露呢 它就是夏天了嘛 它其实这边也是设定好18度 当你切换到暖阳的时候呢 它是二二几度 这个是温度是可以通过自定义去设置的 它也会有一个自己记忆的过程 另外它的如然引擎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简单来说 就是把车外的天气 实时的播放在这个东北极大门上面 就是说可以显示一天20小时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这会外面出太阳了 它这里面也会随时显示 比如说外面下雨了 它也会在上面显示 总的来说就是把现实拉进车内 让你享受这种无边界的体验 当然我们本次体验的重点就是哈曼卡顿音响 因为本次的活动也是领克和哈曼卡顿联合搞的音乐会 车内是配备了二三个扬声器 是非常的夸张 也是同级少有的吧 它车内的音响调节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首先是一个共创模式 共创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让整个车内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一个驾响模式 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打开导航的时候 它不会让所有人都听到 它会通过头枕的去跟你讲解 另外它还有一个虚拟场馆的这种功能 它里面包含了四种场景 我们先打开听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录音棚 这种感觉其实比较相像的 然后它这个氛围灯组 也会随着音乐进行律动 我们再听第二个 现在是音乐厅 再体验歌剧院 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的音乐厅和歌剧院呢 其实有点相像 但是在一些细节的音上面 是会有一些区分的 下面再听一下这个演唱会 感觉还是比较相像的 领克08整个内饰设计是比较简洁的 但简洁它不简单 首先就是仪表上面的这个悬浮式的导 它这个其实有点像宇宙飞船停在上面的 还显得非常的科幻 它这个悬浮式的这个中控导呢 它是和AR HUD连在一起的 这个AR HUD是打了92英寸 是非常的夸张 它可以把导航 一些驾驶模式 等等一方面都可以投射上去 而且看起来也是比较清晰的 再搭配12.3英寸这个全景仪表呢 提升这个驾驶的交互体 我们再看一下08整个车内的细节方面 我觉得我有很多比较喜欢一点 首先就是它的氛围灯啊 在仪表这个中间位置呢 它其实这是一个贯穿式的出风口 但它氛围灯组 是在一个玻璃的一个材质里面透露出来 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中控的台的下方啊 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 空脚出风口呢也是对在这边 这样的话你长时间手机充电 就不会显得过烫啊 而且它这个扶手里面呢 空间是可以放两个水杯 而且旁边还可以放一些杂物 增加它侧内的储物空间嘛 扶手箱里面是一个天地门啊 然后里面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可以放一些小的杂物 两个Type-C 一个电源器的接口 另外我最喜欢一点就是它的座椅啊 可以看见啊 这个座椅呢其实 看上去就是非常的厚实啊 坐上一点感觉它的坐垫呢 跟其他之前体验过很多座椅都不太一样 它非常的柔软 但是呢 它的支撑性又足够 而且对于两侧腰部的夹紧也是非常的到位 当然它的一些功能性也是非常齐全啊 它一带这个腿拖 另外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它都有 作为一款家用车啊 领克08的后排空间呢 我觉得是可圈可点吧 其实挺大的啊 做好之后 你看腿部一拳四只 这对于一个家庭用车来说完全足够 另外它纯平的地台呢 正在后排应急做三个人的时候也是没有多大问题 后排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座椅 也是非常的有支撑性 做起来也是非常的柔软 也是非常的舒服 特别是它这个皮质摸起来也是非常的细腻 最后给08做一个总结啊 它是基于全新一代的CMA EVO打造的首款车型啊 我可以用几个点吧 就是比如说设计 智能 然后电感 以及空间四个大乐器的这种体验吧 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把08开起来 为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动态感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次的视频内容 我是心地 咱们下期再见